朋友们好 我是阿祖 刚刚在地里拔出一棵发财树 刚拔出来的发财树必须要重新给它预一下重新上盘 它才会长得漂亮的 因为发财树都是长得像一个散状的叶子 比较密的好看 不算直接这样种下去 直接种下去的话 它怎么样它都长得不好看了 因为这个叶子是稀稀拉拉的 所以就是要把它重新预 重新上盘 要准备的是手锯 还有就是支检 还有准备一个胶盘 也不用太大 能种得下它就得了 太大也没必要 因为现在是疫苗阶段 准备好之后就是要有一步比较关键 就是要按照它的牙包来割 看到它哪里有牙包就在哪里割 这个是很关键的 这个是很关键的 牙包的话就是像这样子 一千一千有点粗出来的 一千一千的就是它的牙包 以后就是从这个地方长牙 然后找到牙眼之后 把手机就拿手锯来把它锯掉 这个根部这里也要锯掉 根部 根部就直接剪掉没事的 因为发财数的话特别特别容易出根 然后把之前准备好的盆子 就是放进来下面放一点土 然后呢 再回土 这样子预发下去就算成功了 就可以了 这个感觉的话有点高 有点高的话 这里也有牙包 可以再锯一次 这样高度就更好了 这里也可以不用处理的 它也不会往下烂的 发财数这个拒绝的话 这样子预成活类起码 不低于95%的 像我们预 我们能达到100%的成活率 准备好那些之后 刚才剪下来的汁也可以 所以也尝试的用来扦插 把它剪成20公分左右的 到时候泡一下 伸根水然后就扦插 来扦描 我 这个 在进来扫揉 人生平安 来扶揉 那里扶揉 来扮好了